疫情折抵的部分 就是到了二階段剝交的時候 再拿這一張證明 拿去給單位的 在你這段期間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冰袋 其實你們提前給我們 我們就是把你放在一個冰袋 隨著你剝交出去到你的新單位 那新單位的幹部 他就會有拿到你的折抵 疫情 其實你們是可以提前就拿給我們的幹部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幫你做保管 才不會等到後續你們不見了 或是什麼 或是來不及申請 就是我覺得他們是遺失 因為去重新申辦很麻煩 所以你們可以就是後續收假的時候 就可以把他帶回來 可以交由給班長 因為他那時候我們也要提前的先知道 大家可以折抵幾天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把這個最新的訊息 給你們下一個單位 讓他們也比較方便的快速作業 所以在之後的收假期間 帶回來就可以了 除非如果有其他異動 會再由單位的班長 或者是聯長 他們會再額外的通知大家最準確 收假期間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先提早申請 就是先申請拿個放 然後 然後那個專長的部分 像我們的軍人 我們就是一定要符合 步槍兵的專長 那個的專長不是民間的專長 而是軍人的專長 步槍兵的專長 66火箭彈兵的專長 然後 流彈 士林流彈的專長 所以不是大家想像中外面 什麼就是民間的專長 這是大家一南每一個人 都一定要符合的專長 那就是我們受訓的這段 就是路武的這段期間 就是會針對這幾項去操課 去訓練 那在由10月19、22日 這三天會做一個期末見測 會有打靶、刺槍術、手榴彈頭指、三項體能運動、學科考試、單戰演練 所以其實這段期間 就是一個月看到你們學到這麼多東西 其實是你們是很辛苦的 所以才會說 其實你們根本沒有額外的時間可以去讀書 那那個讀英文書當然這是個OK 你要讀日文書、韓文書都可以 就是不能讀可能書 就是正常的書籍 所以你要考試 你要去精進自己的語文能力 那都是OK的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休息 因為畢竟操課真的是一整天 所以我們會希望大家有時間就休息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睡眠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讀書就趁六日的時候好好讀 我會比較這樣子推薦 就是建議大家 然後那個打疫苗的部分 我們不會強制打疫苗 但是我們國軍有規定 為達滿兩劑疫苗的人 每一次收假都要快三一次 我們絕對不會強迫大家去打疫苗 我們只會提倡大家 就是增加自己身體的抵抗力 那我們不會 像我們要打疫苗啊等等 我們的打流檔 我們都是會詢問每個人的個人意願 那只是說如果我們會打滿兩劑疫苗的 我們在每一次的收假都一定要實施一次的快篩 就是快篩到你就是可能整個訊息這樣子結束 你的超課不是是哪一個方面呢 超是身體不是還是說覺得壓力太大 因為我們我們如果你是身體上的部級 我們就會在你們一階段的期間 就會有一個叫做因病停疫 那因病停疫的時候呢 你或許哎就是去申請了 但是等到你這個譬如說 我例如好了 我們腰痛 好那你腰痛在一階段申請成功之後 一正確那邊就會等到你好的時候呢 再發一次病單給你 就是你一定要去扶滿這個 就是會讓你一定要去扶滿 那我們有一個就是二階段 二階段就是如果你是二階段就是我們下部隊 對然後呢你腰痛去提出申請 那但是因為你還是沒有扶滿 你就會轉成補充兵去扶食四天就好了 但是通常這樣子說真的不划算 因為其實你已經撐過入訓了 你只是去下部隊的時候 其實一定也超過這場服役期間的日期 然後還有一個說那個什麼 我們是最後如果你是完全無責體的人 就是112年的1月11號臨時 我們通常會在臨時的就是 假如就以1月10號來說 1月11號我們是臨時生效 那我們會在1月的10號 1月10號的腰巴洞洞 讓一南離開營區 但是在這段期間你還是軍人身分 你要到凌晨過後 你才可以正式的解除軍人身分 那如果有遇到例假 那就是提前 假如你是禮拜六的臨時生效 那我們會讓你禮拜五 就會讓你們提早離開營區 就是如果是你如果是禮拜天的臨時生效 我們不會就是這麼過分的 要讓你們在前一天再回來 因為禮拜六嘛 我們不會讓你們回來拿退營區 我們要通常在禮拜五的時候 就會讓你們離開營區 但是我們會一直提醒你們 這段時間你們還是軍人身分 如果你們在這段期間犯錯了 抱歉還是會叫你們回來 然後可能就會有一些軍人這邊的 做一些懲處的動作 假如他是折抵 我剛好順便有寫 假如你是折抵一天 根本 如果你是折抵十天的人 你就是112年的1月9號退育 那所以就是1月8號的180時辰 就是讓你離開營區 就是這樣以此類推 就是你我們就是以 沒有折抵就是1月10號 沒有折抵喔 就是1月10號的180 你折抵十天就是9號的180 折抵八天就是7號的180 這樣以此類推 那這個詳細的時間 其實等到你進來之後 幹部會發了一張比較詳細的時間表給大家 那大家就可以比較更清楚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天的180 哪天臨時生效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不用太擔心 就是等到 進來營區之後 就是會發放這個小表給大家參考 那大家更清楚知道什麼時候就是 就是離營跟那個接管 如果你有民間專廠的碰碼 像如果你有民間專廠其實是可以不用帶的 因為其實說的這個到過去二階段其實是沒有相關性的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以抽籤 在我們18號那天抽籤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順便抽單位 可能我們會有外島籤 然後可能有南部籤 中部籤 北部籤都有 那時候我們就會去看你是抽籤什麼單位 什麼專廠 那我們會再去二階段的時候 就是去那個單位送那個專廠 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你有可能會去等醫務兵 然後企駕兵 然後等等的很多專廠 然後就會在你二階段的時候 去組這個專廠 然後就是取得他 那就是以後未來打仗的時候 你就是這個的兵 你就是有符合這個專廠 那就是 才會 才會為什麼會說 大家每一個人都一定會有一個基本的專廠 這樣 好 謝謝 非常棒 拜拜